这个是35的 这个是28的 活着啊 那肯定的 那把这拉走了 不要了 大家晚上好 我是叶猫 今天下班在路边买了一些小海鲜 一共花了33块钱 有海螺 花甲 然后大虾 和几个海橙子 我掐指一算 又到了这个烧烤的季节了 但是呢 很多朋友家里面 他都没有这个像烧烤店一样的炉子 所以呢 今天我用烤箱 做一个家庭版的海鲜小烧烤 用烤箱还是非常简单的 也没有油烟 如果你家有烤箱的话 赶紧安排起来吧 非常好吃 动手吧 特别想吃的就是小海鲜 在外面吃的话非常贵 自己在家做干净卫生 重点是便宜啊 先把这些小海鲜全部洗刷一下 刷掉外壳的脏东西 然后像视频里面一样 在烤盘上包一层锡纸 在烤盘上刷一层薄薄的油 防止烤的时候粘连 然后一次把处理干净的小海鲜 摆在烤盘当中 根据自己口味 可以加一些蔬菜 这个不受限制 我又加了一根长沙大香肠 现在开始做万能刷料 一勺辣椒粉 一勺自然面 一勺白芝麻 零热油激发香味 然后加入盐 鸡精 白糖 蚝油 生抽 调味 搅拌均匀 这个烧烤料就做好了 现在给小海鲜 均匀的烧上烧烤料 多刷一些会非常好吃 烤箱提前预热 上下火220度 烤20到25分钟 海鲜烧烤大功告成 是不是很简单啊 快点动起来吧 怎么样兄弟们 我终于实现了海鲜自由 有句话说得好 没有什么事 是一顿烧烤就给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两顿吧 废话不多说 我要开吃了 再来尝一下海螺 海螺的腮要取掉 然后这个位置的干也要取掉 吃多的话会头晕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上期我做了一个粉丝生蚝宝 然后配的鸡根酱啤酒 有很多粉丝留言说 这个是通风操餐 然后就会说我的尿酸会升高 我想说的是 这个通风是因人而异的 我吃海鲜也不是很多 喝啤酒也不是很厉害 所以呢 这个偶尔吃鱼子是没有问题的 像今天这顿对我来说 完全没问题 非常OK 此时此刻最不能缺的 就是这杯精酿 你干了 我随意